3月18日凌晨30左右 香港港铁人员在测试港铁全弯线新信号期间 两列列车在中环站附近相撞 据介绍两架相撞列车不是迎头而撞 而是车身擦过 两车损毁严重 车厢玻璃损坏 设施东歪西岛 车身扭曲 座位飞托 车门手柄全部变形 一名车长脚步受伤 另一名车长没有受伤 两人送院检查 港铁宣布 全弯线往来金钟站和中环站服务 3月18日全日暂停 港铁在各处贴出标识 即用广播的方式告知市民 并呼吁中环站乘客 可于金钟站换乘港岛线前往中环 记者在中环看到 由于部分路段停运 港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人潮拥挤 许多市民表示早上上班非常不方便 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 对事故造成不变表示歉意 他表示 撞车事件与新系统在飞行车时间测试有关 他相信新信号系统测试时间表会受影响 但一定要做好所有测试 才会正式使用新系统 事故中的一架列车 有两个转向架偏离了路轨 所以复修时间会比较长 近着这个全湾线中环站 就有两架列车在测试期间发生了一个碰撞 由于这个碰撞 它会使用到我们今早这个服务 在这个全湾线中环站的金钟站 是提供不到的 那么我们初步相信是和这个新信号 在夜间飞人的时间测试是有关的 那么当然场景我们都还是要深入调查 刘天成海表示 港铁已要求欧洲及加拿大的承办商公司协助调查 港铁将成立专责小组 深入了解事故原因 同时港铁主席马石亨十分关注事件 将亲自参与紧急会议 而车务工程总管李嘉润则表示 本次修复难度非常大 而且时间很紧 3月19日早上路段都未必能恢复服务 他重申为完成调查肇事原因前 会停止新信号系统测试 香港特区政府同样表示 高度关注港铁列车相撞事故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要求 港铁公司彻底调查事故原因 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